7点26分早安 气象时间又到周五 要一起迎接周末假期了 但是我要提醒观众朋友 这个周末又受到封面影响 要变天了 不过从今天开始 受到华南云溪的关系 水汽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所以说在中午前后 山区还有靠近山区的平地 就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震雨 那么封面接近的时间 会是在周六的晚上 周日整天 白天的时候 各地都会有局部性的降雨 有些地方雨势 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哦 提醒您 如果说这个周末 有安排要过母亲节外出的话 一定要把鱼三宇聚 带在身上了 我们先带你来看 今天的一个降雨趋势 基本上在中午前后 在山区会有一些 比较局部性的降雨发生 在东半部也会有一些 零星或者是小范围的降雨 不过目前看起来 在中南部的平地 还是多云倒晴 只是受到华南云系的影响 今天的云量 同样还是偏多偏厚 那么到今天晚上 虽然说水气稍微变少 但是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可以看到 在白天还有晚上的时间点 基本上降雨机会都很高 而且降雨范围 有逐渐往南扩散的一个趋势 就是因为受到下一波的封面影响 目前看起来 这一波一样是跟上周六很类似 就是移动性封面 过了之后 它不会再摆档回来 因此在降雨的时间点 影响会比较短一点点 不过还是要留意 在这一波封面 目前看起来全台都会有雨 特别是在星期天 白天的时候 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 我们来看到 在礼拜六的时候 封面接近 刚刚是在整个中部以北 东半部山区有雨 礼拜天的白天开始这段时间 全台有雨之外 您看到颜色比较偏黄色 像东半部跟山区这个地方 代表的是下雨时间比较长 而且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所以说一定要特别留意 往山区走的话 还是要注意安全 而另外在下周一的时候 封面就会慢慢移动到巴士海峡 所以说降雨的范围 会由北往南逐渐缓和 可是要真的水气减少的时间 恐怕要等到下星期二了 我们也带你来看到 这一波的水气 能不能为南部地区稍微解解渴 目前从预报的观测来看到 颜色比较偏紫偏橘的 可能是比较强的中小尺度对流 但是在星期天下午晚上的时候 它还没有移进台湾 那么到下星期一 等到封面已经来到巴士海峡的位置的时候 可以发现它的位置还蛮南边的 所以目前看起来 有可能在台湾本岛的部分 并不会下起像上周这种比较剧烈的降雨 因此我还是要提醒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继续节约用水 那么温度方面来看到 礼拜六 礼拜天跟礼拜一 要特别留意周六日受到了降雨 还有多云的影响 所以说北台湾地区大概温度会降到24 25度 低温大约是在20度上下 中南部地区高温还是落在28到30度 可是在星期天 母亲节这一天 全台各地有雨 要到下周一的时候 雨是稍微缓和 有些地方也许就比较不会滴滴答答 温度也会稍微回升 像是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就会回到28 29度 东半部26 27度的一个温度了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 也先预祝全台湾的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然后再烦翼 然后再烦翼